前两天赵丽颖和乔任良为新戏式宣传 原本是没什么瓜葛的两个人 却掀起了宣传戏暧昧的戏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一下 继陆真传奇之后再次合作的 赵丽颖和乔任良在开场没多久 就上演了一幕穿越千年的拥抱 之后赵丽颖更是大方地对乔任良表白了起来 因为我们俩生日就差一天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种对情 哦 你喜欢这样的 跟自己比较像的人 对 赵丽颖你这么快就跟别人表白了 记得宣传花千古的时候 和你逆逆歪歪的不是霍建华吗 我们两个人在十年后摆在你面前 全世界男人全死光 就我们两个 你选一个 你选一个 选一个 选一个 十年之后肯定选你啊 就我们十年之后对不对 好嘛 只能够说再好的感情 也敌不过宣传期啊 不过乔任良可是个有父之父啊 在某真人秀节目当中 Kimi和徐璐见了家长结了婚 照这趋势说不定现实生活当中 也真的会洗劫连理呢 没可能 因为我的最后标准 第一就是不能是穿我 所以 对 这么说来身边关系暧昧的赵丽颖 恐怕也没戏了哦 不过小妮子倒也是看得很开 我没有什么限制 我现在都是那些 是个我还挑什么 赵丽颖真的是一句话 道出了万千单身汪的心酸 啊 没关系 赵丽颖振作起来 你不是一个人 娱乐行程地北京采访不到 都上一啥 在原 ID上 在原 ID上 领谈